答应完毕之后,我们就休息 谢谢,请苏长 请苏长 苏委员你好 刚才我们苏委员那种语重心肠的讲法 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所以我要问一下 我们台湾有日照权吗 是不是当作环平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 有没有这种日照权 没有 因为我读英美法的时候 我曾经读了一个case 在建筑法院有一些规定 有吗 那不是环平的规定 不是,环平就没有这个规定 它是环境影响 你平过啊,怎么不是呢 我念过英美法 在国外就有这样子 真的,它的高楼啊,挡着它的阳光 它就高,就是它赢了 我就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环平,环境影响评估 那么当然我们生活品质提升 所以要整个环境影响要评估 还有我们对食品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柠檬忍的那种程度 因为这几天讲毒淀粉 我也是非常有,很感叹了 这个今天看那个王老师 王老师讲 他说他并没有害人之心了 他是觉得这个东西加进去 他还能够使这个肉圆啊 什么什么蜴丸啊 还有什么那个那个一些 这种东西吃起来比较Q啊 怎么样 他并没有害人之心 而且我们也晓得Codex里面 也讲了30ppm的 呃,是 呃,是合法的 它有个上限 它只不过现在它没有登录 它申请报上限 它申请那个专利啊 没有破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只要它登录了 那有个上限啊 在这个上限底下呢 我们合法来使用的话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可是我们的媒体啊 就讲得很难听 是毒淀粉 啊 所以我也是很感叹 很感叹啊 那现在我请问署长啊 我们 呃,你刚讲日照权 在建筑法有 有是吧 有吗 他不很玩 他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啊 在某些情况下 你必须让人家 这个 我记得有这几个 我跟你讲 台湾那么小啊 对啊 台湾那么小 牛肉那么多 我们的建筑都是往上高 往上盖嘛 你看中向东路 两边不是都是高楼吗 对不对 那这个没有在环品里面嘛 假如在环品里面 环品是这样啊 他有问题 他就必须解决 你现在有民众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要得到一个 合理的答案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标准 没有环品 所以这日照的一个 一个 没有一定的标准 没有这个标准 对对对对 台湾没有嘛 对对对对 台湾要是有的话 那很多建筑物 我看就没办法盖了 对因为环品 他就面临很多没有标准 而且被提出的问题 面对的问题 他就需要有一个 解决的一个答案 或者委员认为说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忽略 那就忽略 可是他认为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重视 所以他是委员会制 最后没办法确定的时候 回到委员会 每一人一票 要决定这件事情 那假如真的有人提告 提告的话 你就要处理了 我们在审查的过程 有这个有关的团体 但提出问题 这问题的话 就会询问说 这两个人到底如何去 这些问题得到一个 一个共识的答案 好了 因为今天有人提到 江文提到日照群 我想说国外有 那我现在请一下 这个署长 我记得我以前 有提过 那个都会区的 那个河川诊治 而且黄巴水 也非常支持 我们基隆的田疗河 现在诊治的 真的很好的 诊治差不多 我看我们的市长 经常拿这条 当做他的证据 因为田疗河本来很臭 那现在呢 两岸都有做 接那个 接六 我觉得做得很好 可是昨天 是今天 昨天有一个新闻 西定河 他有一个小偷半夜 跑到里面偷东西 结果那 有人报案了 警察要追着说 他躲到西定河 底下 那个桥底下 结果他怎么出来 因为太臭了 他想 我受不了 那个河水那么臭 所以他主动出来了 你愿意被抓 我听到我就很难过 因为西定河的诊治是 当时我 我要求的 是 我要求说要诊治 要做那个 什么检疫的那个 有没有 那个污水处理 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之后呢 处理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们中央跟地方 也有联系啊 好像要怎么做 昨天的报纸 竟然有一个事 因为西定河太臭了 他受不了 他主动就自首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案 拜托 市长 我们中央继续追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他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好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污水处理厂 简疫的污水处理厂 没有做 没有做 那现在就是要 杜处市政府 杜处市政府 说要怎么样 要清除了 要 去处长 去处长来说明一下 那就不用讲了 你就跟地方 你说为什么爆炸有架险 那西定河表示 那还是很臭啊 还是很臭啊 接下来我要问 这个署长啊 你20号 你发了文说 各县市政府在20号之前 要回复内市 优惑未还平的 先营运的一个名单 你回收了没有 收回来怎么样 有回收的 有一半的县市吧 有一半是吧 所有他们都没有 是吗 其他还没有回来 对 都还没回来 那收回来的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是合的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吗 他也主动讲 有些有问题吗 有 有 是吗 我们给他设计表格 他就要去 清楚的表达 我觉得就是说 你事先先了解嘛 对不对 各县市 你哪些 是没有 没有先 没有还品的 这些营运的这些 这些旅馆 还有这些什么 有的场所 你有做这样子 你说20号之前 要恢复啊 要恢复啊 已经超过20号了 是 那为什么 没有全部 大概他们在调查上 碰到一些问题 他也要先做 某个程度的 深入的了解吧 好 那再来一个问题啊 就说我们现在啊 那个 黄巴鼠啊 那 呃 行政院优先哦 呃 优先 他说 目前行政院优先 鼓励大众 啊 那个 运输的 那个 大众运输车的 太旧换新了 计程车跟公车 是要放宽 对吧 门槛 一个是 呃 五年以上 一个是十年以上 这个补入 对不对 是 原来是七年嘛 是 我想是经济部 跟交通部的决定吧 他们的决定是吧 是是 好 那可是呢 现在我们比较关心了 这是经济部的 补 不是我们署里面的 是吗 我们是配合 呃 他们有一些情况 我们会配合 像交通部他决定说 要去呃 太旧换新我们就加码 呃 你们加码 所以你们现在 太旧换新的数量 是从两千辆 增加到三千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现在就说呃 有一个行政规划 是补助民众 更换十五年以上的 汽机车 汽车补助三万 那机车补助四千 后来因为 很多的争议而 暂缓失失了 那署长 站在黄邦署 你一场 你站不站成这样一个 补助 这样一个措施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啦 那你应该立挺啊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也就加码了 这他们决定 有吗 我们加码 没有错啦 这个办法 你没有啊 你的汽车部分啊 小汽车 小汽车大人 它有复杂的因素 包括我们大部分 日系的车 而日系车 在他们汇率降了之下 它都没降了之后 你就帮它降 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一些问题 还要把它弄清楚 现在行政事 暂缓了这个案嘛 那你暂不暂成呢 这个案你觉得 不错的话 那你就应该 因为这也是 就刚才讲到 那些问题 离心之后 它是应该要去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支持 时间到